来关注中国空间站 9月1号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公布最新载轨视频 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站内环境监测 站物管理等方面 持续开展工作 太空生活井然有序 从4月25号神州18号飞船 发射入轨至今 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三名航天员载轨驻流 已经超过四个月 太空出差进入了后半程 神州18号成组 开展了空间站任务 人因视居性数据 获取研究项目相关工作 完成了舱内全景影像拍摄 与3D扫描 该项研究通过获取 与航天员活动相关的空间尺寸 即使用合理性 设备设施布局合理 与用户界面可用性等载轨数据 定位并分析具体视居性问题 总结设计经验 为提升航天员整体人因视居性水平 提出针对性系统性建议 为后续建立空间站人因视居性设计指南 提供数据支持 在当前画面中 航天员正在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 开展轨轨营养代谢组学研究 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 通过采集相关信息 优化地面基础实验所建立的技术方法 并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相关的指标体系和评判准则 为了探究长期飞行的影响 积累相关数据 并为指导载轨用药提供参考 神十八成组完成了药带动力学研究相关工作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 航天员利用生命生态科学实验柜的 小型离心机实验模块 开展了艳阳古均空间辐射损伤与适应性研究 艳阳古均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之一 也是地球大气甲丸的主要贡献者 相关研究旨在验证其在模拟火星环境中 以及宇宙辐射的极端环境下能否生存 帮助人类探究地外生命是否存在这一重大谜题 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 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 各实验项目按计划开展 航天员进行了流体物理柜 无容器柜实验样品更换 燃烧柜抽真空排废器等操作 感谢观看